大酸民進黨有臉說別人沒嘴說自己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受不了黨內幹部染黑 涉黃被奉勢文哲 推出第三方平台供檢舉 只是這機制是否適用自家新竹市長高鴻安 近來一連串爭議 看來連康文哲都覺得不妥 因為高鴻安的男友李中庭沒掛市府任何職務 卻被報干涉新竹跨年晚會 常進出市長市等 儼然是地下市長 台灣民眾黨當然不會負短 既然文化局長說他今天中午要上節目 不過高鴻安那邊也會準備他們過去對他的一樣 也有蒐集他的資料 所以我覺得兩方都公布以後 社會大眾自然會有一個評論 高鴻安的是非對錯 柯文哲交給社會大眾公斷 只是租豪宅 搭名車等連環報 豪奢行為跟柯文哲標榜的連結很衝突 再再都加深負面印象 恐怕對柯文哲的選情很扣分 批評也不是壞事 所以一開始被罵很不爽 如果有個政黨跟你說他們都沒有犯錯 那一定是假的 所以我們一開始就承認 我們一定有缺陷 有缺陷就改 轉個萬任多少被波及 但衝擊有多少沒講 柯文哲要正面迎戰 去年曾挺到底的子弟兵 逼得自己再站到風頭上 但礙於社會觀感至上 柯文哲想挺 也不全挺得下去 TVBS新聞話少平立平台北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